由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成版的 2019阿根廷水利方碑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丽丝完美收官 来自旅居阿根廷的14名青少年选手和10名成人选手参加了今天的决赛 最终林瑶获得青少年组金奖 林金梅获得成人组冠军 他们将代表阿根廷赛区进京参加总决赛 来阿进行工作访问的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主办方代表霍飞健在致辞中说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出席今天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在海内为各界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下 文化中国水利方碑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八戒 先后共吸引了近3万名华裔优秀选手踊跃参与共同努力下 这一成为密切联系潮胞 速进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题 在此我衷心祝愿由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承办的 文化中国水利方碑中文歌曲大赛 取得圆满成功 也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优移成绩 本次大赛承办方负责人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队长刘芳勇 在大赛前发言表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末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中阿建交47周年 所以今天在这里挤办水利方歌唱大赛意义重担 今年国内主办单位对这次水利方歌唱大赛 阿根廷华文教育的赛事也非常重视 特别比我们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杜部长 及各位代表团各位成员 亲自参加我们现场的总决赛 给各位选手加油打气 希望各位选手能认真对待这次难得的表现机会 今天获胜的选手将扩要重演 飞离北京参加中国国家游泳中心水利方 进行的总决赛 最后再次感谢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 各侨团对本赛大赛的鼎力支持 感谢各中文学校积极参与本赛歌唱大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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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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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